中国人民解放军骑兵在历史上最多时达到十万骑士,1985年我军由摩托化和机器化取代了罗马化,骑兵作为一个兵种消失,全军仅象征性地保留了两个骑兵营和几个骑兵连。 1928年4月,我军第一支骑兵部队,西北工农革命军骑兵队正式成立。到解放战争时期,我军骑兵部队最多时,达到十二个骑兵师,我军骑兵在长征路上,在抗日战争内蒙古地区和解放战争的西北战场、东北战场、华北战场都发挥了重要作用。 解放战争时期,内蒙古军区骑兵部队,共兼敌上万人。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开国将领中,除步兵外,骑兵是产生将军最多的兵种。我军共有骑兵出身的将军三十六人,其中上将两人,中将五人,上将二十九人,三十六颗骑兵将星闪烁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骑兵史上。 骑兵在我军中作为军兵众已经被取消了,但骑兵还存在尽保留了两个骑兵营和几个骑兵连。在内蒙古自治区巴雁闹尔蒙五元县的阴山脚下,驻守着我军最后的骑兵部队,内蒙古军需骑兵第一营。 骑兵,曾是我陆军的组成部分,具有一定的快速力、冲击力,和独立作战能力,其行动受地形,气候的限制小,便于在平原、高原、草原和沙漠地区进行战斗。 他曾在我军对敌斗争中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。八十年代中期我军已开始用摩托化、机械化取代了罗马化。 当年的战马,骑兵已被坦克、装甲车、步战车、机械化和摩托化步兵所取代,那种骑马进行沙场角逐已经成为历史。 如今,骑兵作为一个兵种已经消失,全军仅象征性地保留了两个骑兵营和几个骑兵连,目的是为展示我军过去的骑兵风貌,让人们了解,目睹现代条件下的这个古老的兵种。